在上一届509全国大选以后 本地政局陷入多势之秋 尤其是现在没有一个政党 能够取得绝大多数议席单独执政 行动党国会领袖尼克敏 就把当前的政局形容为战国时代 并且促请华社集中选票 否则华裔的话语权将进一步减弱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选票集中 不能够分化 因为25%如果除与三除与四 我们将成人为言轻 最终是两头不到岸赔了夫人又则兵 尼克敏昨晚在以保出席国庆中秋 希望启航中文媒体职业活动时 呼吁所有的选民将投票率 推高到75%以上 他引述一项非正式民调指出 如果35岁以下的选民 在来届大选踊跃投票 西蒙就可以在222个国会议席中 拿下117席执政中央 西蒙在来届大选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要入主不成 落实还没有完成的改革计划 另一个目标是要推动国家 走向进步多元和清廉 落实真正的马来西亚精神 落实真正的马来西亚精神